這個肚子 會不會是媽媽 我覺得她的那個 我覺得好像 怎麼會好像心情不好 最後一名 也就是 OK 3號 她這裡 妳現在特寫這裡 像不像一個 你看她這個 算是偏衰的肚臍 我剛剛有其他人的肚臍 就是是帶酷酷的 酷酷肚臍妳有看過嗎 我只有看過QQ軟膛 我沒有看到酷酷肚臍 這真的很瘦 但她側面看起來真的是很完美 薄的耶 薄… 薄 你看 還有腰窩耶 很多女生腰窩 很厲害 腰窩 對 它後面有一條那個軌道 對 這可以玩TOMICA小車車的那種 腰窩 有沒有感覺 對 腰窩 很漂亮 超瘦 好像會微笑一樣 人生看這種會不會覺得太瘦 老實說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有點略瘦 對 因為希望有點微露 才有感覺 像Spider-Man就滿OK的 她腰的感覺就是必須要好端 對 對… 那是什麼意思 就好端端的腰 對 有個端尼 好端端尼 要端端來… 來…7號 7號 來 介紹妳的腰 我的腰是 看起來無間不摧的小蠻腰 對 有腹肌 7號的腹肌很明顯 有腹肌的 我懷疑7號是潘若迪老師 對 不可能啦 只是用膚色而已是不是 OK 我們現場就要來看看 30位男藝人看了這些藥油 給他們的排名 是很重要 因為衣服會讓你的神采更明顯 我覺得它這樣搭配得剛好 這個是美國向下人 攝影其他的看到的 美國向下 我們在農場一整天工作 可以看到這種的女生 哇 流口水 如果從前面的照片來看的話 她就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 線條 不過她這張照片拍得太加分了 很有想像的空間 她很懂拍照 她感覺有 雖然說會挑逗男朋友 可是感覺 她的條都是那種會有點吵的那一 就是 這張照片很性感 而且她都是刺青對不對 刺青的女生對我來講就會跟 有肚臍環一樣 就會加分很多 她這張照片就會讓男生 會有一些 第一名的 第一名會是誰呢 剩下3號 5號 6號 Champion goes to 6號 一起來歡迎6號出場 誰…